前一陣子 柯委會補助的1895 那是什麼 那是抗日死關 哪有可能補助 我順便民視當事長在那田在庭 我告訴你 他的民視八點檔聯繫劇 都在演那個有的沒的 我也是民視的孤黨 都在高雄開花 不然我真的要把它開炮 我過年的感覺 可能是沒有國家 如果有國家一定有他的文化政情 有他的歷史 改革歷史政策 我要請教那個吳麗茶老師 要怎麼做 吳老師也這個文件會副主委 那時候好像很像這種作夢 到底問題出幾句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我們後面還有一位請聽說 文章 文章 聲樂快樂 我的問題是 現在對另外兩位教授 第一就是這個 我們教授你說 日本的這個祖母書官 我們是最沒辦法放開大步 是因為受到中國 韓國 條件 指責 這個講法 我是覺得可以成立 但是可能會忽略到 真的影響到日本 祖母書官 最大的應該是美國 因為日本的這個戰後 他的這個教育也好 或是他的這個現法也好 都是在美國的這個佔領之下 來形成的 另外美國所領導的這個聯合國 他的這個重要的綱領來致 也是將這個日本列為敵國來處理 其次呢 你認為說 自虐史官和謝則史官 是兩個極端 你認為這對日本是要怎麼平衡 第二點 我很近來請教理教授 理教授 你說台灣其實 這時候是處在中國跟美國的這個對空的中間 這個講法我也可以成立 但是根據這個歷史 因為 其實這個 美國其實在差不多1950年 就已經 國務院就已經聲明說要放棄台灣 不要插這個 這個中國的內戰的問題 是因為1950年6月25號韓戰爆發 美國在兩天以來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 所以可能台灣 是關聯到韓國的韓戰 才引起到美國進一步的重視 不知道這個看法 你覺得如何 謝謝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再次委 來 我幫時間請 主持人 還有製作的先進 大家好 我是台東高台北 台北的老師 因為我們剛才去談面還有 主管家都有說到 包括台灣 包括韓國 包括民國 包括民國 蒙古 我想說 其實我的認知就是因為地內的關係 其實沃淚也是一個 跟台灣有一個 是不是可以請各位對台灣和沃淚的一些情形 因為我知道 日本來 通在台灣的時候 也有很多是派沃淚的人來台灣 其實 在那個時候 其實台灣和沃淚的關係也很密切 所以想說 也可以請大家提出一些 想要請大家的看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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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先進去 提起小孩的問題 希望我們大家對歷史的關心可以更大 因為 我們 這個 時間 有得差不多 所以 因為我們有安排 這個時間 不只是 這個報告令以外 但是 如果是國外有很具體的一些意見 我相信 你如果存在 原來發言條 我們主辦大臣 趕快可以收國的意見 全大陸報告令和沃淚淚 我相信 來就先請 這個 吳九雄做一個回應 跟他一些看法的原聲 首先 德曉安 兩位余談人 李福宗教授說 說 就要用大歷史去討論問題 我 當然可以的動議 但是 把歷史全部 做長鏡頭的 這個大歷史的 去鳥看 常常會 進入一種 通史的狀態 那所謂的通史狀態 它基本上就會是一個意識形態 所以老實說 我對這樣的看法是 同時採取比較警戒的態度的 我倒覺得 其實 我們正在說 台灣書館的時候 當時是在說 我們的中國書館是什麼 其實 這種討論 我們已經在全世界的中國書研究裡面 已經討論不少 譬如說 剛才 剛才叫我們從民族主義 逃脫出來 它很有名的一本書就是在告訴我們 近代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 有研究 基本上 是民族主義的 民族主義的 如果 比較一家層主義的 就是愛國主義的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東西 自覺到了 把它 這個 跳開來 其實 有太多的可能性在 另外一個 像進 目前 哈佛大學的 歐立德教授 他們 他們說的 新青史 其實 你把 請 請 你把 不要說是請到 你說是請中國 用中國的概念 去處理的時候 其實 中國書的概念 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們 透過這樣的討論 也有一個方面 在說 我們 21世紀的 台灣的歷史 的書館是什麼 當時也在說 我們的中國書館是什麼 其實我們應該去參加 全世界上的進步的歷史 我學者的討論 所以 就是說 你參中國討論 搞在 降工裡面 你參 日本討論 也搞 也一半搞在降工裡面 因為日本就有 一半的人 回到中國就先道歉 所以 我們就說 好 我們去參 全世界的進步的學者 去討論 當時 建立 我們自己的書館 當時 也要建立 我們自己的中國書館 如果這樣的時候 剛才 蘭教授 另外說到 說 歷史教育 其實 我們也要想說 我們的 21世紀的 進步性的 歷史教育是什麼 我們的歷史教育 不是要把中國 拿掉 跟台灣 放一個年 如果這樣完了 怕 19世紀末年 20世紀 前半段 的歷史教育 我們的歷史教育 必須 把 debate 放下去 我們 就 證明沒多久 我們接種 我們 當中 我們就要 定庫工 所以我們就要 稍微 改庫工 他們在接種 他就要 微調 显然的公佩就是执政的人 那不然你要怎样 就是这个台独嘛 那如果这样 所有教育都变成什么 都变成 历史是为通敌才博物 我的意思就是 进步性的历史教育 就是开放大家的自由和民主的属性 让孩子参加大人 可以议论 中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历史教育的学者 路选来台湾的时候 一直在台北听说 我们要在台南去一间 历史博物馆的时候 他自己要求要去看我 那时候我在那里做策略处 他去跟我说什么 他说 你们做历史博物馆 好像做什么就好 好像做你们怎么样 走出一个 走出来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就好了 我说 我也想要这样 不过我现在在台湾 我的历史 如果没有 在当时 如果没有在 科高时代 一直说到进来 台湾很多人没办法接受 这样 要说 不应该 老实说 历史不是全港 历史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 你们为什么现在可以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自由民主的社会 那这样 你就把它电接就好 所以我告别我说 我说 这样 我现在我的想法是 一百九五年以前 我要电视台湾的community 而且我说 我这community要加S 是负数的 怎么做起来 然后呢 到日本时代那五十年 我要电state 建了我要电nation 他说 这样有破 这样有破 他说这样有破 我说 所以 我说 因为你得国人 你中文不能够看 我说 你才看我的英文 所以你去台南历史博物馆 你就发言说 我们叫做Nation Building 我们买后 我们要电nation Building 但是 我这样从 出来的时候 已经犯党执政了 犯党执政 他今天怎么把Nation拿掉 但是 它现在是Democracy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有时候用英文 科论问题 可能有办法把很多事情给搞清楚 这是我对两个人的这个 语谈 谢谢他们的提的意见 另外刚才 有人提到几个问题 有一个我 跟我有关的 你说 即使我们都没有在做历史戏剧 你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我们执政之后 马上有历史大戏 第一部叫做李桥的寒业 第二部叫做物色肥英 第三部叫做浪淘沙 这个东方白的浪淘沙 那就是那时候 我们在文件会的时候 就没有说 政府必须把台湾的大和小说 因为我们的大和小说 基本上都在写涉書 应该把大和小说变成序剧 演出来 所以是有啦 只是我们的集情太多啦 有啦 再来 韩国参与台湾 都让日本通知 如何对日本有一个不一样 其实有很多原因 这个原因 东西的日本是从 在国王和庶民 都有一个完整的金字塔 社会结构啦 那我们呢 我们是 最上官来关南的是 中国官啦 中国官 这个最上官的中国官走 日本官来 所以我们台湾那时候 没有亡国的感情 什么是去给我们 外人观啦 这差这么多 这差这么多 更何况 老实说 日本 韩国 日本时代研究 你们有主题吗 我都说日本时代 我不是说日剧 日志 我都说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 因为我们说 我就说日本时代 我就说日本时代 所以 日本时代的研究 韩国 在我去留下的 1980年代 铁板愉快 硬板 所以譬如说 那时候我去 参加 100周年 那个韩国学者 就是我的同班同学 那时候 他都跟他搶什么 你们喔 你刚刚在布局的时候 你们的 议会设置 请愿运动 其实就是抗日运动 欧白说 我们议会设置 穿越运动 我们韩国也有 我们韩国 只有一句话 就改变了 就做亲自运动 有人这样跟我说 结果 我1995年 在日本 我说就要 重新正面的去看待 日本在台湾的 在日本小民地的 Infrastructure的 进行 韩国的大学者 中国的学者 好 也是当场炮生融融 但是 过两年之后 有一个韩国的少年学生 你就可以先跟他说 你的报告让我印象深刻 所以在韩国 比较不是那么铁板愉快的 引进即使所谓的抗日的研究 也出现了所谓Green Zone 就是所谓的 那种模糊地带的研究 变成很热门 所以其实 有法度堂这样去面对 被殖民的历史 是因为 有那个余裕 没有 有那个余裕 你如果没有那个余裕的时候 你就 那个影响啥 像刺慧的 就这样要讲 赶回去了 其实 你如果是一个自由民主 有信心 有那个余裕的社会的时候 你就有法度 参与心平气和 把事情说清楚了 所以我就是说 21世纪 我们要处理 我们要用的办法 就是 我要堂堂正正 我要 不亢不卑 跟你把事情 好好地谈清楚 这是我们21世纪 我们台湾人要做的事 沃河就讲 沃河 河河 沃河有一个 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什么 在13世纪 开始 他就要博世面帝国 跟拾下去 就要两边一个日本一个中国 这边就要半年 陪小心这边给他陪小心 所以那只是小国的生存之道 我是一名说 台湾不是大国 不是小国 我们就是中型国家 我们中型国家 就要去想中型国家的办法 是什么样 日本时代 沃沁亚人 很陪险台湾人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种 有一种很奇怪的complex 因为他在被当成殖民地来说 台湾的大哥 大哥一点点 但是在经济的条件来说 他很喜欢 很羡慕台湾 所以那时候来台湾 的沃沁亚人 是来这打工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必须把自己 的处境条件给想清楚 作为一个中型国家 在东亚地区 该怎么做 我们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这个民主很奇怪的民主就是什么 但是既就是一个自由社会 这是我们最大的武器 有很多人所谓 世界有名的路线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谢谢 谢谢 叫我们的仪庭 那个吴丹林 有哪里 可以还有一些补充 不知道你到时候 有时候有什么要补充 我简单补充一下 因为 他都要 也包括也回应一下 那个吴老师的一些看法 就吴老师讲的那种 进步性的时光 我觉得在学术上是毫无疑问 这台湾学界要走的 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是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 因为台湾 你如果说在欧美 那是正常国家 历史教育走 进步时光OK啊 就像刚刚有一位来宾也讲说 那个日本的 目前的发展是受到美国的影响 对 在政治上已经有非常大影响 没错 不过 美国是不管他 不管制度在思维 学术思潮方面都是非常进步的 所以日本带给 美国带给日本的史冠影响 是朝向进步史冠 就说话要讲的 日本的进步史冠 我觉得对日本的主体性帮助 有限 有限 那就会出现两种 一种是日本的自虐史冠 或是比较 另外一方面 强调日本光荣的 被中日韩 被中韩形容是所谓的脱罪 建立日本主体性 比较有用的应该是脱罪 你不能不要承认战争是错误的 这是历史教育 学术研究是 日本走欧美进步史冠 因为日本也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他要扭转长期来 被中国 韩国打压的这样的情况 要建立日本战后的 正常国家的情况 历史教育要走脱罪 脱罪论 不要承认他的错误 当然这在学术上会被验证 可是日本的教科数要这样走 所以一直来看台湾 台湾也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所以你要对抗 刚刚吴老师认为我们是中型国家 可是我总是觉得 台湾如果在其他地方是中型国家 可是我们处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变很小 因为中国美国日本都太大了 我们就非常微小 所以被对抗 这么强大的其他国家的主体性的话 你一定要在历史教育 不是讲学术 学术是要进步性没有错 可是历史教育你要用 官方力量去强加 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史观 也是我刚刚的一些建议 因为我们不是正常国家 如果我们没有用国家力量进入的话 无由建立台湾主体性 你不能用美国欧美那种正常国家观念来看待台湾历史教育 因为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这样主体性无法建立 何况台湾相对于这些大国又非常的小 日本就是一个借劲 日本这样的大国 他强调什么自己的 什么说公平正义 强调进步史观 结果造成日本的国家 官方无法接拟 何况是台湾 台湾更微小 所以学术是进步性的 学界要追求的 可是在历史教育 我觉得要 某种程度的要偏颇 他无教授 跟我们 我们台湾 这就有所谓的历史教育 学术的话说台湾如何 日本如何 就已经不是忘掉我是台湾人 所以学术跟历史教育 我觉得要分别看待 历史教育要有某种的偏颇性 才能够建立真正台湾的主体性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谢谢各位 时间超过 我简单说两点 那个吴学长刚刚跟我的 那个对话就是历史观的问题 进步史观的问题 我跟他 就是我尊重他 但是我保持我的看法 因为我想那个差异 我自己受到很多后现代的史学的影响 所以我想这个差异性 是存在的 第二个刚刚有一位先生问我 那个 有关美中冲突 我提到美国跟中国的冲突 他认为美国跟中国 台湾是因为1950年寒散才 变成美中冲突的一个教会点 我想这跟我的讲法没有太大冲突 第三个刚刚有一位先生提到历史戏剧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从 从那个侯孝贤拍悲情城市 然后吴念珍拍斗赏 其实台湾台湾人其实有在80年代90年代 有在针对自己的历史做一些反省 这个脉络其实还是存在 不是 魏德胜不是一下跳出来的 以上 电厂署上一直有丘手 所以让他先说话 他提供电视给我们看 我们很少在电视看就可以 刚刚有第三位的贵宾 还是我们民宿的国董 他有在说民宿的八天堂 看到没做 聊时间 这个我们大家 来 参加民宿的国董 最大的 这个阮盟 就是要顾台湾 民宿是因为为了顾台湾 就是说公道 已经新气候了 他富参目了 刚刚听到 我自己 我当民宿当事长 已经 差不多十一年了 我感觉 试试很重的 我 常常要聊一段时间 把各位报告 我相信 刚刚我那个国董先生 在说那个位 如果很多人在关心这个问题 我简单说 民宿他刚刚有在说 说这个创东营 荣岛基书 是为了 当事会 交代经营站 他省得大 他一个方箭就是说 台湾的主体型 哦 哦 谢谢观看